就说一方面它是属于维吾主义这个派别 维吾主义传统的 但是呢又强调 这样一个传统呢 绝不是以前的维吾主义的 维吾主义的一个简单的继承 而是一个变革 而这个变革呢 它是通过什么 这个变革的标志性成果 就是历史维吾主义的创立 标志性成果就是历史维吾主义的创立 而历史维吾主义的创立 依赖的是 它们形成了自己的辩证法思维 就是形成了自己的辩证法思维形式 而这个辩证法的思维形式 它包括三个特点 一个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继承 第二个呢 就是它利用了 就是说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 就是说从现代自然科学的有机整体观中 吸取了这样一个这个辩证思维形式 所以呢它有它是什么 它是属于现代理性的 是一个现代理性的 这样它才会有普遍性 如果说我们说 这个对文化哲学的研究 那么文化哲学的研究 它就是为什么后来到了这个第二国际 我们下面要讲的 这个拉布里奥拉了 他们这个对文化哲学的改造 为什么一定要借助这个维吾史观 因为维吾史观 它是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 是达到了一种对普遍性的研究 这个哲学啊 它不能研究特殊 如果哲学研究特殊 它就不研究普遍 不能解释普遍 没有形而上学 那么它就不能够什么 成为一个成为哲学 所以哲学的本质就是研究普遍 那么它不能达到这个普遍性的话 不能解释普遍 它就不能和近代哲学相抗衡 这个近代哲学 从这个培根和笛卡尔的哲学 它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因为它揭示了这个哲学 最深刻的这个普遍 就是女性的普遍性 它为什么要用演绎法呢 就是要把那个普遍性揭示出来 他说我是故我在 他是要把它揭示 作为一个哲学命题 作为一个普遍的命题 赋予它一个含义 那么这才是哲学的对象 所以我们说这个巴黎德说 这个哲学啊 它是唯一的 就是强调研究唯一的 研究形而上的东西啊 他说为什么研究本质的东西 而不是研究现象的东西 因为现象是变化的 是具体的 它不是普遍的 哲学研究的是普遍的东西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普遍呈现出来 那么你要作为对近代哲学 包括对它的这个近代唯物主义的洋气 那么你只能用普遍来 用一种新的普遍来批判这个旧的普遍 而不能够用特殊来批判普遍 这个如果这个 所以这个维科的哲学啊 在这个48世纪的时候 他已经提出了新思维啊 提出了新的思维方式 这个思维方式可以说是包含了非常 富有生命力的这样一个哲学内容 但是因为它局限在这个民族文化的研究上 就说所以使它的哲学啊 不能够把握普遍 不能把握普遍 所以尽管它批判了这个笛卡尔 但是它没办法 就是在当时没办法和这个笛卡尔的体系向抗衡 向抗衡 就是因为它缺少普遍性 而后来这个马克思主义 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在看到 它通过这个自然科学的这样一个 新的自然科学基础 吸收自己的营养 吸收这个自然科学的新的这个变质思维形式 那么它就获得了什么 一种理性的普遍性 获得一种现代理性的这种普遍性 那么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普遍性 所以它可以取代近代哲学 就是可以和近代哲学向抗衡 作为一种新的哲学形态产生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马克思主义 能够改造文化哲学 使文化哲学走向 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这样一种哲学形式 所以在这个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恩格斯就是他们的辩证思维里面 特别强调了自然科学的这个基础 然后再一个就是包括对人类历史本身的这样一个研究 这一个研究它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它改变的一种思维形式 我们讲的就是马克思一开始讲的 我们一开始讲不是强调马克思 强调这个偶然的本体论吗 是吧强调偶然 我们把这个思想串一下 强调这个偶然的本体论 强调什么 哲学它应该从什么 从事实从历史本身当中提取规律 而不是从外在的强加一个规律给它 如果是机械论 机械威武主义 为什么不能发现历史威武主义 因为它用机械的方法 机械的方法来解释历史现象的时候 实际上是把一个强 外在与历史的一个方法 强加到历史上 所以它找不到历史的真正的规律是什么 那么宗教不能解释历史也是这样的 它把这个一个外在与历史的东西 强加于历史 所以它解释不了历史 那么历史的规律 只能从历史本身进行研究 所以马克思在研究了这个历史 马克思在研究了人类历史 这个历史就是工业商业的历史 以及现代社会阶级斗争的历史 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的时候 它就发现了人类历史的规律 所以这三个部分 就构成了马克思辨证思维的内容 辨证思维方式的内容 而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思维方式 所以他们的唯物主义 就成为了历史的唯物主义 而不是自然的唯物主义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到 自然科学对于唯物 恩格斯我们再反过来看 自然科学对于历史 恩格斯说的 对历史对唯物主义形态的变化 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讲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自然科学通过思维方式的变化 或者说通过对思维方式的一个改变 那么形成了另外一种形态 就是从自然唯物主义 过渡到了历史唯物主义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不是说历史唯物主义 把自然唯物主义包含之其中的一个部分 不是这样的 而是它改变了一种新的形态 一种新的形态 所以用历史唯物主义 代替自然唯物主义呢 这是唯物主义自身的一种变革 是一种变革 如果这个辩证法 这样一个辩证思维 它能解释人类的历史现象 也就是说 如果说人类历史 是一个高一级的运动形式 它对高一级的运动形式的解释 那么它就可以解释 第一种的运动形式 就是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它是不是可以解释一个更大的世界 刘顿定理解释不了与观世界 但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可以解释与观世界 它在解释与观世界的时候 它同时把刘顿所解释的宏观世界 是不是也包含进去了呢 是吧 这就是哲学 作为一个科学革命 哲学革命创新的这样一个 一种创新的方式 这个创新不是说 我把前面全部都推翻了 然后我自己随心所欲的 找一个东西来解释 而是找一个方法 一个概念来解释 而是说什么 我所解释的这个现象 是高一级的运动形式 它必然的包含 这个第一级的运动形式的 这样一个运动规律 那么同时呢 我在高一级的运动形式上 对它做了一个解释 那么历史唯物主义正是这样的 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它所采取的一个过程的方法 不仅能够解释这个历史的现象 它同时也可以解释 自然界的变化 自然界的这样一个发展的 这样一个现象 发展现象 所以我们在这个 把我马克思 就是恩格斯在讲 就是说唯物主义 自然科学对哲学的影响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这个 唯物主义的发展 从我们从自然唯物主义 进到的历史唯物主义 然后就说呢 把自然唯物主义 运用到这个历史唯物主义 那么我们就活得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 简单的自然科学的 自然唯物主义的运用于历史唯物主义 是解释不了历史的 解释不了历史 是产生不出历史唯物主义来的 它必须要经过一个思维方式的一种改造 思维方式改造 所以哲学的变化 一种哲学的变化 一种新的哲学的产生 离不开认识论 离不开对思维方式的这样一个变革 也就是说离不开认识论 和方法论的研究 离不开认识和方法论的研究 在这个地方 恩科斯着重叙述了 这个辩证思维的形成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意义 这个东西实际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讲自然科学产生的时候 实际上讲了 自然科学是通过改变思维方式 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 而对哲学形态的变化 特别是对唯物主义形态变化 产生影响的 产生影响 这是我们把这样一个环节 把它讲清楚 把它讲清楚 这是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第一节的 第二节的内容 也就是恩科斯讲的 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 这样一个解答 哲学基本问题的解答 下面呢我们讲一下 这个第三节的内容 就是第三节呢 是讲哲学存在的唯物主义的认证 哲学存在的唯物主义认证 那么这一个呢 实际上讲了哲学基本问题 我们讲哲学基本问题的 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讲什么 思维和存在合者为第一性的问题 思维和存在合者为第一性的问题 那么要解答这个问题 首先要说明什么 它的一个最核心的概念 什么是存在 什么是存在 也就是哲学 我们不是讲的赏识的存在 是讲的哲学的存在概念 哲学存在概念 也就是哲学的最高原则 哲学的最高概念 最高原则是什么 那么对这个问题的解答 对这个问题的解答 恩科斯是在反杜宁认里面 通过批判杜宁的哲学 来说明的 来说明的 所以为了理解这个恩科斯的 因为恩科斯本人在 反杜宁认里面 他就是提出一个世界模式来 所以如果仅仅读他这个书 和他的论断的话 可能不太清楚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把它稍微做一点展开 就是把杜宁的这个世界模式 讲一下 因为他主要是批判这个杜宁的世界模式 那么我们看一看杜宁的世界模式 究竟是一个什么 什么思想 就是说杜宁呢 他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 在1871年到1875年间呢 他相继啊 就写了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 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程 坚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和哲学教程 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等这样一些著作 当时呢 整个德国就追求想创造这个哲学体系啊 就是追求创造哲学体系 那么当时呢 这个杜宁呢 是一个讲师啊 是一个讲师 那么他也是要追求一个 想创造一个体系 创造体系 他把这样一个思想体系呢 称之为杜宁主义 自称为杜宁主义 那么后来因为恩格斯批判了 后来他的这个讲师 讲师这个职务呢 后来就丢掉了 就是通过这个理论的这样一个批判 那么杜宁呢 他是公开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 以这个哲宁主义和庸属的经济学啊 为基础 是一个这个小资产阶级 空想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理论体系 那么恩格斯当时呢 这个体系出现了以后啊 因为当时正好是这个1871年到1875年间啊 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说想这个 合并这个或者统一这个德国党的时候 就是防止这个德国党的内部分裂 那么这个杜宁的体系呢 危害了这个当时的这个德国党的统一 所以为了保证这个德国功能运动的 这个健康发展 也为了提高党的理论水平 所以马克思和这个恩格斯啊 就应这个尼普克雷西的邀请 就公开回击杜宁 当时在这个理论上啊 可以说是德国党提出的要求 要求这个马克思和恩格斯出面 但是因为马克思啊 非常的忙 正在写这个资本论 正在写资本论 所以他就把这个论务呢 交给恩格斯来完成 其实恩格斯当时正在写这个自然辩证法 就是说花很大的精力在研究自然辩证法 就是说他们的辩证思维啊 需要获得现代自然科学的这样一个支撑点 就是需要获得自然科学的这样一个方法 所以他们就 他就着力地研究这个自然辩证法 那研究自然辩证法的时候呢 可以说研究自然科学吧 自然科学里面的这样一个辩证法 但是为了批判杜宁呢 他就把自己的工作中断了啊 就集中这个批判杜宁 所以在这个时期当中 这个自然辩证法和反杜宁论呢 是两个著作是交叉写的 是交叉写的 他们在很多这个内容上啊 都有重合的地方 有重合的地方 那么也就是说 恩格斯在批判杜宁的时候 运用了他在前期研究自然辩证法的成果 而他对杜宁的批判呢 很多这个哲学观点 又融到了这个自然辩证法的这样一个研究当中 他虽然是交叉进行的 那么呢也是一个可以说 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啊 也是一个交错的相互这个借鉴的这样一个过程 借鉴这个过程 所以他获得了一个相互的这样一个支撑 相互的支撑 那么这个恩格斯写的这个反杜宁论呢 其实包括这个哲学 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 三个部分 因为杜宁的体系包括这三个部分 所以恩格斯的这个体系啊 恩格斯的这本书呢 也涉及到这三个部分 那么在哲学的部分呢 我们现在讲他的这个哲学的部分 在哲学的部分呢 他主要是对从这个对杜宁的世界模式论的 这样一个批判入手的 批判入手 那么这个在这个批判 这个世界模式的时候呢 首先呢 这个他对这个杜宁的这样一个哲学 我们对这个杜宁的这个哲学体系 因为他这个存在论呢 实际上可以说是杜宁全部哲学的一个出发点 一个出发点 所以呢就要看他的这个哲学 作为出发点的这样一个特性 存在有什么特性 那么杜宁的这个哲学啊 从他的这个哲学教程来看 他的这个哲学体系呢 主要是哲学和逻辑学的一个结合 哲学和逻辑学的结合 他提出了一个基本观点 在这个杜宁呢 给哲学下了两个定义 他首先说 他说什么是哲学 什么是哲学 他下了两个定义 就是杜宁的哲学定义 我们看看他的这个哲学定义啊 他的第一个定义呢 他说哲学是世界和生活的意识的最高形式 他说第二个定义 他给他下了另外一个定义 他就哲学啊 在更广的意义上来说 还包括一切知识和意愿的原则 那么在这个两个定义当中 我们来把这两个定义啊 分析一下啊 分析一下 就是说杜宁给 是怎么理解哲学的 理解哲学的 那么杜宁的这两个定义呢 他上次说的什么啊 就说哲学啊 说哲学呢 是人们把握自然社会和生活的最高思想形式 是吧 你看到没有 哲学是思维 就是它是把握人们的 关于世界生活意识的最高思维形式 所以实际上他这个讲的什么 哲学啊 就是对于人们这个自然社会和生活的一种 思考 是思考 但这个思考不是一般的反应 而是一种最高的思维形式 所以它是一种什么 他说最高形式的时候 是讲的一种思想的形式 哲学是以思想的形式体现出来的 这个应该严格来说 它是对的 哲学它不可能是 这个以经济的 或者什么一种实践的手段表现 它一定是以思想形式表现出来的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第二个 在下面一个 下面一层意思是什么呢 哲学在更广的意义上来说 还包括一切知识的意愿和原则 知识的意愿和原则是什么呢 讲的它是一个逻辑的思维形式 就是它是一种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 关键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把握啊 就是要说明 他说的最高的思维形式是什么 他说的思维形式是什么 他所说的思维形式呢 就是具有逻辑意义的世界模式 所以不在于 他说哲学是一种最高的形式 是一种思维的形式 而是在于他讲 这种思维形式是什么 这种思维形式是什么 他所说的这个思维形式啊 也就是他称之为哲学的最高存在 也就是说哲学当它作为一个意愿和原则 那么作为知识的意愿和原则的东西 就是作为这种思维形式啊 思想形式是知识的意愿和原则 那也就是说 它是这个整个哲学的最高存在 是吧 等于说它是一种最高的存在 这个意愿 知识的意愿和原则啊 它是一种最高存在 也就是它的存在概念 那么这个最高存在呢 它认为啊 是一切 是以思考啊 哲学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原则的东西 是一个原则的东西 那么这个原则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那么进一步来说 作为最高存在的 它的原则的东西是什么呢 它在这个地方说了 它是知识的意愿和原则 知识的意愿和原则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具有逻辑意义的东西 是一种世界模式的东西 那么它就说 这个世界模式呢 它就是包括什么 世界和生活 那也就是说 包括这个人类的自然 社会和生活 一切方面 一切方面 所以它就对这个世界模式啊 下了一个定义 就是说 无所不包的现实的唯一性 无所不包的现实的唯一性 也就是说 超过了端纯的统一性 同时也包含着这样一种思想 思维的一切对象 都包含在 存在的不可分隔的体系中 除了一切存在的形式之外 自然体系只有两个真正的研究对象 即自然界和人类本身 那么根据这样一个定义呢 杜林实际上把哲学看过为三个模式 一个是一般世界模式 也就是关于自然原则的一个学说 就是说 首先是有一个自然模式论 就是说从这个自然模式 也是它的最高存在出发 也就是它的原则出发 然后呢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关于自然的学说 再一个就是关于能的学说 那也就是说 它的发展是从什么 最高存在 然后呢 下面呢 有一个关于自然的 自然学说 再一个还有能的学说 这个部分加起来 是不是就是说 这个最高存在是它的出发点 那么它里面涵盖着 这个自然学说和能的学说 它这是最高的出发点 那么根据这样一个 在这个序列当中呢 那么同时也包含着 一个内在的序列 那就是说存在 最高存在是一个出发点 是一个原则 然后走向自然界 自然的原则 然后呢 再是这个人的原则 是通过这样一个摩斯 来说明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把存在 作为哲学的最高原则 也就是作为 全部哲学的一个基础 也全部基础 那么这是第一个啊 就是说它的哲学啊 如果说全部哲学的话 那么这个最高存在呢 它是一个前提性的东西 是逻辑的前提 第二个呢 这个存在就是世界摩斯 就是世界摩斯论 世界摩斯论就是一个形式逻辑的概念体系 形式逻辑的概念体系 第三个呢 这个世界摩斯论和自然学术能的学术啊 是一种逻辑的推援关系 是一种逻辑的推援关系 也就是说它的整个体系啊 都是一种鲜艳构架 是用逻辑构造起来的 如果说的话是一种演绎法 如果我们讲的话是一种演绎法 就是说首先它开划出这个最高存在 也就是说开划出一种鲜艳的构架 然后从这个鲜艳的构架里面呢 演绎出自然的学术和能的学术 所以它整个运用的方法 是一种演绎的方法 演绎的方法 那么针对这个杜林哲学的这样一个特点 这样一个特点 所以N个字就从批判杜林的世界模式入手 模式入手 也就是说通过批判它的最高存在入手 来闪发哲学的存在的问题 谢谢大家